蒲公英作为一种药食两用的中药,其所具有的功效还是很多的。 在夏季的时候,人们常常会将蒲公英用于消炎解毒,并且,蒲公英药用还常常可以起到抵抗流行性感冒的作用,但是,白食总是具有两面性。 对于蒲公英这一中药,其实也存在有三不喝的情况。 一,容易腹泻的人不喝,由于蒲公英属寒性,而腹泻的人多为疲惫失弱,血骨愈化失常。 如果再用寒性药物,更加损伤脾胃,从而加重腹泻,因此,这种体质的人一定要注意,在生活中尽量少喝。 如果必要喝的时候,也要注意一次不能喝太多,二,低血压的人不能喝。 众所周知,蒲公英中具有能够降低血压的成分,因此,其在临床上能够起到降压的功效。 所以,如果是低血压的人喝了,就可能会出现血压降低,以及头晕,颇旋等情况。 需要注意的是,相比较之下,蒲公英的根所具有的降压效果,往往会比液片更强,因此,低血压的病人,更要注意是用蒲公英根。 三,寒性体质的人,从药店不能多喝。 苏利林副教授解释,由于寒性体质的人体内的阴阳,往而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,多为阳虚。 如在食用寒凉药物,各家损伤人体阳气,如果再喝寒性的蒲公英,则会加重其体内的寒性,因此也应当要自觉避免。 总之,上述就是对于蒲公英的三不可情况的简单介绍。 事实上,由于药物只有偏性,因此,人们在日常生活中,进行选择服用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把握,以免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危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